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的最重大 诗篇二十五篇十一节 那些一到轻易忘记了自己 在基督里面曾经忘崇高恩赵的哥林多信徒 这个时候已经养成了坚强的基督徒品格 他们的言语行为显明了上帝的恩典 改变了人心的能力 而且这个时候他们在那帮义教和迷信的中心 已经成为了一股坚强的向善的能力 使徒记得到他和亲爱的同伴 以及那些中心的信徒团聚 所以他很疲累 忧烦的心灵都得到安息了 保罗在哥林多逗留的时候 有充分的时间展望近广阔的新工作原地 他特别考虑到去罗马的旅程 他最深切的愿望和计划之一 就是要看到基督的信仰 建立在当时世界的大中心 那时罗马已经成立了教会 所以保罗希望获得当地信徒的合作 以便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完成成功 这些弟兄之中 有很多的他都未曾认识 所以他为自己将来在他们中间的工作铺路 便事先写了一封信给他们 表明他访问罗马的决心 以及他要在西班牙树立十字架旗次的希望 保罗在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之中 说明了福音的大原则 他对于当时犹太和爱邦教会 议论纷纷的一些问题 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并说明那些曾经一度 专属于犹太人的指望和应许 现在也都提供给外邦人了 那位使徒非常清楚而有力地说明 恩信基督而清义的道理 他希望其他教会 也都能够因为他 寄给在罗马信徒的教导 而得到帮助 但他对于自己说话的远大影响 当时所能够预料到的是多么模糊 历代以来 恩信清义的伟大真理 就好像强大的灯塔一样 一直的引念着 悔改的罪人 走向生命的道路 那个驱散马丁路德 心灵中的黑暗 并且向他将写 基督补血 洗除罪恶的能力的 就是那个光 这道光也都引念了成千上万 背负罪淡的身灵 找到赦罪和平安的真远头 今天的内文出自于使徒行述 原文372至374月 今天的深入思考问题是 恩信耶稣而清义的真理 会不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平安呢? 今天的神中课 说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